Hello大家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剃光头的视频 我也不是为了发这个视频而录这个视频的 主要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想把它建录下来 这个决定其实是我最近才明确的确定下来的 但是很早以前就有过这个想法 可能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么想过 但是一直没有实施 然后直到最近才下了这个决心 如果要问我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坚决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真的脱发越来越严重了 很多女生应该深有体会 所以想剃光头 然后擦一些生姜啊 擦一些生发的 然后再配合一些食疗 希望能挽救一下我的头发 毕竟头发对女生还是挺重要的嘛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有史以来 头发留的最长的一次 其实还是有一点舍不得的 但是接下来请看我提发过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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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多少了 跟狗猛 25%的麵包 很丑啊 都成功了 我看上去 我看上去 都在这个那儿 艾哎 世 你把上的花 一张 但我把上的花 长来 好吧 那我一个月 你把这些花 我看上去 不是 你想一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嬷 這邊看的眼淚 看他的眼淚 好可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